中日麻将大赛 我很欣慰 好 比赛开始 这边青岛队是拿到了第一波进攻球权 场赛还是比较多 变宇航 传得漂亮 优质张辉 空背的机会 今天开场两队的外线都很好 然后山东盾很明显 在试图建立篮下的优势 四次得分 全都只分 五颗中距离好球 我出现外线机会的时候有点扑不出来 对 我们看看会不会换阵容换个稍微矮一点的 独科要还一三分野剑 十七平 对 一天两队加起来应该已经那么八的情况之下 他的突破能力不错的 就是老是这么扔 你对于对手的防线就干扰不了 这么打最后对手还是会轻易得分的 因为从进攻效率上来讲 你外线三分不可能一直准一下防守 看看能不能给队友创造更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其实高尚的能力就能够用得上 因为高尚是有一定突破能力的防线球员 你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了 四波你都没听说过 这你都听说过 这你都听说过 我的天呀 这一节几分拿十一分了 现在其实就是缓联防了 天宇航出分 看比较张春军的三分球 还了一个 稳稳的完成 山东队也能夺分 当现在呢 青岛队不具备把你摁死的能力 平跳球 肖移着 没有 莫泰啊 哎这球拿回来 我刚才莫泰的一传球是值得这么大 对 你看他这个下球这个就是传这球的红线和落地的位置 特别好接 对 太高 从天而讲不好接 小金那球就给高了 有狗那年就有这次 真的吗 对就是有狗 有狗那年就有是吧 对对就是从篮球诞生开始啊 我还以为是从乐福这来 对对对对 哎断了 然后这环子漂亮啊 好球 这球行进之后给的正好啊 刚才 金森那球也是 闷头往前冲了 嗯 没有看着小小圈的位置 对对对 隔着苏伟 苏伟啊 让这个觉察之后啊 已经晚了 其实张维行进过程当中 但是刚才莫泰防出去这个 就动心撒压啊 是想说表达了一种态度吧 哇 叶玉堂突破呢 是造成犯规 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 应该怎么防的啊 嗯 就是你其实现在啊 这个青岛队进攻 很简单明确 就是外援的 现在就是 这一点掐不住 可能就是 正常来讲啊 呃 你其实现在防守上 最需要解决的 嗯 赛前计划就知道 最需要 咱们比赛没法抢 抢断 抢断了 我觉得快从口来 呃 拉开分岔呢 这个有关系都是几次失误的时候 运脚 脚上对 然后传球失误 刚刚这个被抢断了 哎 看一下 这场比赛 啊 有个刚才这几个回合 三中队的这个防守 迫使清早就出现失误 然后自己就在打出反击 对 对 出位传球那个也是一个失误 也有反击 对 对 嗯 一颗的强攻 好球 大家一打中 对 倪尔 Triv 哎 诶 断了 诶 这犯规 违体 这个比赛还是NBA 当然同样考验了一下这个 李宁球一的质量 这是 电宇航的第一次罚球不中 两罚一中 也不是没努力 就是实在是没辙 时间不多 两个人对 两个人出来加 来 造成失误 电宇航开工 很轻松的上完折分 末胎里就判断得好 对 好 没有 得 好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青岛队是115比111 在客场四分的优势 击败了山东队 七路得比 看看青岛高兴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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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